为什么大老板可以不花自己的钱 你想象不到 很多老板手上有几家公司 B公司缺钱了 就从A公司打过去 这样公司之间资金往来混乱 如果超过12月31号没还 就会视为分红 要交20%个税 公户私户频繁转 还会引起税务局的注意 只要一家公司出事 所有公司都得玩 看高手都是怎么做的 先成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就够了 什么业务都不做 只做资金池来控股下面的公司 EA公司赚的钱给投资公司分红 不用交税 投资公司再打给BC公司 二家族外股东 只在下面的公司持股 确保公司控制权 三房子车子用投资公司名义买 减少企业所得税 如果你想合法结税的同时 给自己设一道防火墙 左下角降低税负 这本书可以帮到你 里面有100多个真实结税案例和方法